今天上午7點50分 台南地檢署承辦檢察官 率領大批檢調人員 進入台南市議會議事組大舉搜索 從外面可以看到人影重重 每張辦公桌的抽屜和櫃子都被翻開 經過兩個多小時 檢調人員帶了一個大紙箱出來 今天來帶走的是選票 其實原本去年底 檢方就要前往查扣選票 卻因為保管人員出國旅遊 才延遲到5號展開行動 不過議長李全教面對檢調的大動作 處之泰然 今天所有的選票 嚴整的 嚴密的 這個開票 唱票 驗票的一個程序 我也建請檢方必須要謹慎來行之 李全教在2014年底 被檢方從總幹事的裝腳名單內 查出涉嫌會選 而被提出當選無效之訴 事後 李全教嚴正駁斥 而且動作不斷 1月3號 李全教原本要驗請市議員 不過傳聞檢方將到場搜證 李全教臨時取消 接著6號 會選案開庭 議長卻要召開議會臨時會 外界質疑是 撐開保護傘 民事的官司 當事人可以不到場 這非常清楚 沒有所謂保護傘的問題 我希望同仁不要講得太難聽 李全教澄清否認召開臨時會 是撐起保護傘 面對惠選案 李全教能否全身而退 外界都在看 GTV新聞綜合報導 一會來報名 謝謝伊莎 謝謝 謝謝伊莎